吃不完的辣椒别丢了 把它拿来煮水 拿来制制杀虫剂 您会发现以后虫子都不敢来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佛沙二花巷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在家种了很多的辣椒 而这个辣椒平时就作为一个观赏性的植物 放在那里 非常的好看 红红绿绿的 特别的舒服 那么成熟的辣椒 您像这种 甚至有些已经干了 像这种辣椒 我平时也不会把它丢掉 有两个用途 第一个把它切碎了 拿去堆肥 第二个就是用辣椒制制杀虫剂 您会发现这样制作出来的杀虫剂 无论对任何的虫子 都拥有非常好的杀灭作用 最重要是这样的杀虫方式 天然又环保 值得大家在家里去制作 我在家里的辣椒实在太多了 你看 这种就可以把它剪下来 不要了 都干掉了 这部分的辣椒 甚至有一些也变成这个样子的 然后把这些成熟的 统统剪掉 一来也不浪费营养 第二可以废物利用 把它统统剪下来 我们拿去制作辣椒杀虫剂 事实上今天一大早 大概早上七点钟 就有朋友发信息过来问我 他家的植物上面很多很多的虫子 问我怎么办 要不要买些什么药 然后还问我 我在家到底怎样去杀虫的 一般情况 我在家我是很少用到那些专业的杀虫剂 当然了 极个别的杀虫药除外 一般情况 我在家的杀虫 我还是要去换 预防大鱼治疗 平时多喷一下 您会发现虫子都会消失 而我在家一般情况 喷的就是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辣椒水 第二个是大蒜水 第三个是米醋 还有第四个就是啤酒 这些东西都通通对虫子有一定的驱赶 以及杀灭作用 还有一个小苏打也是经常喷的 经常喷一下 每天给植物浇水的时候 准备个水桶 然后喷一下 加一点点下去 然后去喷 您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内 虫子都会消失的 这里主要是对那些成年的虫子 效果是最好的 幼虫躲在土里面可能差一点 但是定时喷一下 虫子 那些成年的虫子会全部跑掉 那怎么制造这辣椒杀虫水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把这些晒干的 或者拌干的辣椒 全部减碎 然后准备一个养生糊 把这些辣椒 减碎的辣椒通通放进去 连那个梗都可以放进去 这辣椒呢 全部干掉了 你看 全部干掉了 这样的辣椒的辣度比较足 所以然后去杀虫呢 效果是最好的 大大小小的无所谓 你看这个辣椒够大吧 全部是自己家里种的 平时呢也不用药 不会用那些乱七八糟的去喷 所以这些辣椒呢是最天然的 当然呢平时制作的辣椒杀虫水呢 那个量不是很多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辣椒呢 可以拿去堆肥 把它制成土壤 有一部分呢会变成这个辣椒杀虫水 每次制作呢 基本上呢半个月到一个月呢 杀虫的药都不缺了 全部弄碎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功能 选择那个煮瓜果茶的 或者水果茶的 然后就开始 煮上三十分钟呢 基本上就可以了 把这辣椒呢 煮上三十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自然的放凉 然后再放置二十四小时 一般情况呢 泡一天之后的这个辣椒水呢 就可以拿去喷了 您会发现呢 有了它去喷虫子 尤其是一些比较麻烦的虫子呢 三天喷一次 您会发现那些虫子 全部会通通跑到 无论是红蜘蛛啊 还是牙虫啊 或者会飞的那个苍蝇啊 蚊子都受不了这个味道 老实跟大家说呢 我现在在煮 我坐在隔壁 我也闻到了一股 很嗆很嗆的味道 我都受不了 那么虫子呢 那它们的更加的敏感 更加是受不了 那为什么很多朋友呢 制作这个辣椒杀虫药的时候呢 总是说没有效果呢 这里有几个 第一个 如果花盆里面的虫子 已经严重泛滥的情况下呢 这种杀虫药呢 可能效果一般一般 因为往往它是一种驱赶 然后呢 对部分的虫子的杀面作用 但是呢 它不能完成整个 所有虫子体系的杀面 比如红蜘蛛 它有四代的虫子 有一部分呢 是躲在土里面的 那么您这个药 你这个辣椒水都喷不到它身上 您觉得还能杀吗 所以呢 这个很多时候是对那些 刚刚出现虫害的花盆 比较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辣椒水呢 我们要求的那些辣椒呢 是比较干的 而且呢 辣度比较高的 这样子才能对虫子 有比较大的伤害 如果我们在菜市场买那些 尤其是广东佛山这边的 那个菜椒呢 那些辣度不够的辣椒 反而是没什么效果了 第三个 一般情况呢 我们是用养生糊 把这个辣椒煮上30分钟 再浸泡24小时的时候呢 再拿去使用 如果刚刚煮好放凉之后 马上拿去使用呢 效果可以起码差一半 所以养花呢 您会发现呢 想要用天然方法去杀虫呢 一定要懂得正确的步骤 把这些步骤做好了之后呢 您再拿去杀虫 才能起到真正的效果 当然有朋友可能会说 这个跟我们平时用的杀虫药 哪个好 我告诉您说 如果您花盆里面 没有出现严重的病虫害 那么这个好 但是如果花盆里面 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病虫害呢 那么您用专用的药 因为呢 这个是预防大于治疗 它的效果更多是在预防上面 除了辣椒水之外呢 平时也注意多把那些大蒜啊 辣椒啊 还有呢 其他的 比较 比如指数啊 这些 其实它们都有一定的杀虫 驱虫的作用 但是要懂得正确的方法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佛沙夸匠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